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老温 接着是重量级的来笔,盧医生 试过几集讲了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今集讲一下台湾的医疗 因为很多朋友都问很多问题 没讲之前 又要按钟仔 支持一下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分享 还有按like 最重要是按一下钟仔 右上角有个钟仔 有个推播的 有最新消息就会通知大家 多谢大家的支持 刘医生前几集讲过的经历 真是获经浪多,很精彩 有香炎的又有,惊吓的又有 笑到有机会喷水 如果没有看,就看上一集 了解很多很多 就是台湾医生的生态 还有学科 就是每一科的关系 今集就讲一下台湾的医疗 因为很多人都问这些问题 很多人才问 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的 但由医生说出是权威 权威很多 例如说 立即有光环 哈哈哈哈 很多人就说 香港有分政府医院 有分私家医院 很多人就说 其实台湾的政府医院和私家医院 怎么分呀 价钱差很多 利与弊 你作为医生 应该怎么解释一下呢 其实简单说 香港公立医院 基本上是不用什么钱 你一上到私人医院 除非你有保险Camp 你一定会非常旺贵 非常旺贵 香港那边 但是台湾 你不管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 都有一件不好 哦 除非你是要做 特别指挥的 不理好药物 手术 你公立医院 私人医院 其实收费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嗯 反而呢 私人医院 因为它有比较灵活性 所以它不受 政府很多的 采购规范 所以它的医疗 相对学去进步得比较快 哦 而且因为它要维持 达到它们的营收 所以它会要求它的 譬如病人的流程 做手术 要排得快 帮病人做检查 不可以太久 服务品质那边 服务品质要求很高 哦 好像你在香港那样 我以前放高 你去Campaign那个医生 求诉讯 不复你的哦 但是在这边呢 你只要有任何一个病人呢 投诉你呢 不管你换事好 医生好 即使你做到副院长 院长都好 嗯 你都要呢 譬如说两天内 要回复这种信 然后呢 有村人呢 我们有公关室啊 打电话去运病人啊 回复这样会不满意啊 怎样怎样啊 哦 所以相对呢 我们会 即是会 不敢对病人太恶啊 不敢对病人太... 哦 但是香港你来说呢 医生是 说真的 智商的 嗯 或者是... 即使是护士 如果护士呢 连那些厄审病房的厄审 都是智商的 都恶一点 都恶一点 你根本都恶一点 你根本都不敢 不敢 你这里呢 哇 你只要是Campaign他 其实... 你们其实... 一般人不知道 其实... 过剩很麻烦的 甚至有时院长要召见你 跟他说 哦... 你最近投诉比较多啊 可以... 甚至要开会检讨你啊 甚至会影响你 以后的晋升啊 赏金啊等等的 其实... 所以... 你会发现呢 其实... 为什么... 那些医疗啊 人员啊 不管医生好啊 护士好啊 相对比较亲切 因为我觉得... 从... 台湾的文化啊 医疗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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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个问题 接下来有很多人问 其实台湾有哪些比较好一些的公立医院 或者哪些比较好一些的私立医院 我们看医院是哪间接近到哪间 但是很多香港朋友不熟 通常都会问这些问题 哪些医院会好一些 简单来说 我用北中南来说 台北当然是最好的 公立医院 不单是公立医院 全台湾最好的 台大医院 然后台北荣总 还有三军众医院 所以这三间公立医院是最高的 然后中部来说 当然就是台中荣总医院 台中荣总医院 然后南部的就是高雄医学院 高雄医学院 那个 城大医学院 台南的城大 城大医学院 高雄医学院 高雄医学院 这些 就是比较出名的公立医院 私立来说 北部的非常多 马佳 国泰 长根 新光 新光 而且包含我们那边的所谓的光田医学院 都是私立医学院 澄清算好的吗 澄清算 比较有名的 我只是贪得近的 地点好的 地点好的 就算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南部的一样 长根 然后二大医院 二大医院 这些 哇 这一堆列市都很重要 抄下来 很多人不知道 看医生的哪些医院好些 收费差不多 但是我小孩在长榮 这其实是一件长榮的新闻 是榮总生的 你想去白宫而已 是吧 想帮他们的弱势 对啊 帮他们弱势而已 因为在榮总生 但是他们也很好的 礼貌 很好的态度 是啊 其实 基本上公务员的态度都很好 政府那些都很好 但是相对比私立医院来说 会更要求更高 以前我在中国医院做的 在中国医院附属医院那里 他们甚至有那些对应手冊 就是说病人说什么的时候 你要对着他笑 露出几个牙齿 这麽膠占手冊都做出来 就是他们把病人当是顾客 顾客 他们把医疗已经当成了服务业 哇 这些构箭手冊 我经常听说是诈骗杂条才有 对啊 然后私立医院都很久都在做的 而且他们会 他们常常会扮神秘客 打电话去他们单位 如果你一开始单位 你不说 比如说我是三楼的六支枪 你一开始我会说这个 就是扣分 哦 扣分啊 扣分 然后你以后 比如年终奖金 就会扣钱 哇 私立医院那麽严格 是的 会那麽好严格的 哇 但是我想问一下好奇一个问题 比如做一个医生 在私立医院的人工和公立医院的人工 其实相差很多 会差很多 差很多 但是公立医院 哪个人高一点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会高很多 公立医院通常去到一个 基本上差不多 你做多做少都差不多 哦 即公务员呢 公务员 公务员 但是他的好处是 比如说退休制度 是的 稳定 稳定 而且比较没有那麽大的业绩压力 但是如果你私立医院 当然相对的薪水会比较高 你做得好的薪水会好高 我做得差的 可能比你的公立院更差 所以各份本事 哦 即看你的业绩 而且退休制度 当然没有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 因为他始终是政府公 那麽好 哦 但是通常来说 整体来说 诶 诶 诶 私立医院 嗯 占台湾的医疗收入 差不多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才是国立医院 所以说 换对话来说 三分之二的病人 要去看私立医院 嗯 嗯 特别是长根和中国 已吃了大部分的健保的钱 哦 那麽很出名嘛 是的 而且他请了很多 很多专科高手的医生去 而且他们开了很多分院 很耽用钱 开了很多分院 好像长根基隆也有 南口也有 台北也有 现在新竹刚刚上领开也有 哦 而且高雄也有 中国 台北分院也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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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才知道 那 其实 还有很多东西说 其实医疗 一集一定说不完 那之后 请盧医生多些 来聊聊聊 嗯 但是这里想说 因为我们 阿奇奈德 有老温 那当然跟盧医生的朋友 当然有些事情合作 是 接下来我们网页 会增加一个医疗 其实现在有了 但是里面没有材料 真的是空拔的 嗯 接下来就跟盧医生合作 希望呢 就可以帮到一些香港朋友 嗯 无论 就是身体检查也好 或者有什么手术要做呢 其实建议可以在台湾做 不是 其实因为都是很多网友 或者很多人问你 很多医疗的东西 有些人士 需要很多的 针对这方面 就是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 就是他不一定是移民过来的 或者过来只是想 就是身体检查 或者去看医生 各方面的事情 因为始终香港 你排队 公立又难 是啊 那私立又贵 是啊 那有时你 就是来台湾看医生 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 所以 其实这几年都很多路 做到很多朋友来问 都很多人问 是 很需要这样的资讯 是啊 一开始的时候 我和大家一起说 我说 我想大家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认知 作与方面 因为我觉得 香港人很多 其实想来台湾 但是又害怕 又不知道 那个好不好 是 又怕 虽然说都是中文 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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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香港人说国语 都不知道 听不明白 也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对方 对方也听不明白 所以我 特别是 那时候碰过几个案例 我的香港的朋友 澳门的朋友 遇到一些医疗问题 问我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 香港人 澳门人 都很需要 了解台湾的资源 怎么去介绍给他们 因为我觉得 如果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 第一个 我们可以帮到 真的需要的人 香港人 第二个 亦都可以 给医院做到 帮助病人的事 帮助他们 可以增进 台湾医疗的健康度 我觉得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相对来说 你也可以介绍 或者北部 中部 南部 每个医院 哪些都是香港医生 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可以就近找回香港医生 有时候沟通的东西 尽管找回医生 很简单的例子 我坐着这屋 不太顺 或者 心里揉揉揉揉揉 我们国语怎么讲 我们住了几十年 都不会讲 我突然想拔头 想一下也要想一下 做手势也要用手势 你不明白 就像蜡蜡蜡蜡 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些香港医生 帮大家 互相能帮助到 其实我想出来做的事情 想让大家出来联络 做这件事 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很多人说我自己上网找 打电话都可以 或者有来到台湾做医疗的朋友介绍都可以 但是其实 你们自己去找的有些时候 因为不是医生和医生的接触 他们其实 都不必可以说得那么清楚 特别是你们治疗回去 或者做完身体健康檢查回去 你们想回头问一下 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事 突然想找 但是找不到 你没有可能找回原来的医生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来到 台湾已经过来 做了医生的香港人 你们可以找我 透过你的网络 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你 或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科的香港人回答你 或者甚至找到原来 帮你治疗 或者做检查的医生 和你回复 我觉得 这样会省了你很多的时间 成为的金钱 而且说真的 你在香港 你真的看医生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在台湾 你只要等 愿意去找 其实很多国际有命 医生都可以找到 其实可以真的 省很多的时间 金钱 好像我同学 有个过来 他说 做健康检查 跟香港一样价钱 但是一个是台币 一个是港币 差一点钱 差四倍 对 吃得好 住得好 玩完回去 还有钱 是 所以到时要密切留意一下 我们其他的公司网页 里面有医疗部分 会见到盧医生的大头 到时是他主持的 因为很重要 因为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已经移民过来的香港朋友 都一样 其实他未必那么了解医疗的 一些资讯 那些里面的 就是怎么说 很多里面的关系 资讯 就是资讯的东西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如果你认识到一个朋友 或者一个网络 他是医生来的 其实你会方便很多 譬如 甚至有时候 你去挂号 有些医院 有些名医 我们叫做 哇 你怎么挂都挂不进去 整个月都可能进不去 但某程度下 如果你透过他的关系 或者怎样去麻烦他 怎样去搞一搞 其实都可以加号 可以立即加号 可以立即加号 又要找 为什么什么时候都说 识人要识字 是啊 现在识到 这个是我亲身经验 因为我曾经就是 就是想挂号一个医师 有人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一上网一按 哇 一个月后 是啊 是啊 怎么挂啊 真的受不了 接着 透过一些 懂的人的关系 看看可不可以 加号进去 即日就能加号 嗯 因为他们互相的关系 是的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对大家 香港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 嗯 那稍后再密切我们的网页 是的 所以路医生的资料 准备好之后 就会更新了上去 嗯 到时有什么可以与我们联络 那么我们会 是 转介你给路医生 看看有什么可以适合的 就安排适合路医生给大家 多些留言给我们 要有什么问题 还有我们定期都 或者经常要联想 路医生上来 说一些专题的东西 或者最近譬如 什么PM2.5 影响什么各样 都可以说的 明白 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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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 每人说都会有很多东西 港台一定要长追我们 长追 引路续续多了很多 有份量的来宾 是 多一些介绍给多一些 其他香港朋友 多一些订阅 我们的频道 好了 那么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么其他路医生的资料 就去我们的网页看了 嗯 那么下次再请路医生来聊天 拜拜 拜拜